面對著出生率下降,現在全香港縮班41班 甚至乎有36間中學修身不足兩班 面對著這個教育嚴峻的情況下 我們見到很多年輕老師都難以走上編制 離開了學校,但是他們的工作是未受肯定的 你可以說是因為他新,他很多東西他在系統路面 讓他完全明白,可能他會容易碰壁 但他亦是願意嘗試,不怕輸,不怕錯 很多時間你願意給他機會 其實他會找到很多新的東西 我覺得年輕教師對一間學校來說,沒有是不行的 因為他是負責將最新的東西帶進來學校 或者將最新的東西實踐出來 因為他們的動力是最大,都最不怕輸的一班同事 最願意的事 所以我覺得年輕教師的一間學校來說是重要的 如果一間學校完全沒有年輕教師 其實他們的進步或者向前的力,某程度上是會 我會覺得是有點影響 因為他們是很有動力的,所以他們又不怕累 所以他們總是會不停有很多,一看到新的事物 他們就會很想去試 我猜特別現在這個狀態 因為你問我現在新入職的同事 很坦白已經沒有我當年入職的時候 我當年入職,可能會有些新的老師 因為穩定性而所以選擇做教書 今時今日你選擇教書 我不相信他因為獲得教書穩定 所以就去選擇教書 他進來教,某程度上 其實他真的對教育有一個熱誠 或者有一個dream在 我覺得他這個dream或者這個熱誠 其實已經是一個最大的原讀力 第一,他處於一種流動狀態 他可塑性高 而且他會掌握 尤其是這些所謂的課程常常改 學生的常態也會常常改 整個社會有很多變化 我想年輕人相對 所以資深的老師他那個智慧會高些 或者是會定些 但是我想你說能夠肯做肯博 用很多體能的東西 我覺得年輕老師做得到 雖然教師的工作備受肯定 但是教協的調查發現 九成的合約老師年期只有一年 受訪的七成人更說 校方沒有跟他說 下年會不會續約 在七月升中派位公佈結果當日 甚至有老師充當經紀派傳單 主動招攬學生 確保學校修生人數 教育界進入就職兵何期 首當其衝受害的 當然是新入職的年輕老師 早前在政府總部教協舉行集會 期間有老師分享前線的虎房 有位MISS組在媒體訪問裏面 他都提過有朋友去教佛學 轉了教通識還是教中士 轉了教佛學 我有朋友是教一下書 他教一下通識要轉了教PE 有一個是很厲害的 有一個同學真的很厲害 讀書的時候 教授又很讚他 又很有心 教運又做得很好 實習好像都相當之不錯 有一次機會我跟他的Panel 聊到Panel 都盛讚我那個朋友 但我問回他的就業狀況 就真的沒有辦法 學校現在每一年 都可以想辦法 拗不同的Funding 去延續他的工作 在那個業界裏面 有很多這些故事 有些朋友是他做了一年 又轉去第二間 又做一年 又降下薪金 又住第二間去調命 剛剛前個星期 在Facebook看到他有一張 集乾淨的教員室桌 然後他說 看看下一個目的地在哪裡 我在想 為什麼你找不到一個屬於你的地方 我想我們面對很多這些問題 除了工作待遇之外 前線的老師也都認為 學校教學政策 工作環境有很多地方 領導層可以向年青老師解釋 其實前線的同事 是真的不理解 上面在做什麼 而當中會有很多 覺得很不滿 例如說什麼 有些學校近兩年很喜歡 說電子學習 同時覺得電子學習真的不合理 我是相對開放的 我最近也有些實驗在做 不過無論如何 有些同時真的覺得不合理 但你學校迫著我做就做 但其實我有時會跟那些朋友說 其實你有沒有看EDB的資金 怎樣呢 其實他拿的資金 反過來他拿的錢 可能在養你的 你想真點 其實可能是這樣 但那些同事是不理解的 他不理解的時候 就覺得學校無厘頭 又沒有找東西來搞 那是不是可以有些解釋給同事 我相信有些地方一定很弱 一些範疇肯定是我們教育界裡面 弱得好教官 我舉個例子 教育政策與參與 了解教育政策 夠不夠 校長可能強 邁向校長讀書的可能強 但年青教師呢 有沒有人在啟導他們做這件事呢 如果有個年青教師 給你看PGD的學科成績 教育政策的那一科是拿A的 其實他值得在這方面鑽研 但我不知道在座管理層當中 有誰拍胸口 我可以街道一個新人 在入職啟導兩年之後 他其實應該邁向教育政策的參與 幫助他回應政策呢 提到資深與年輕老師的關係 其實不止年輕老師 校長們都認為需要透過溝通 建立與資深老師的關係 譬如我和同事不是經常談公事的 實在來不來 譬如和同事談 我們就叫做專業對話 專業對話就是說 譬如有時候我的關注 你近這一兩年你怎麼成長 你做了這個崗位你有什麼感覺 你怎麼看與資深的同事相處 其實你不是要教他 你怎麼去尊重資深同事 其實你給他機會去表達他的想法 他怎麼想學生怎麼看學校 然後你跟他交流你自己個人想法 個人的經歷是這樣的 我就看了呂大陸先生的四代香港人本書 就跟我的同事分享 其實就是就算我們自己學校 我們去數 我們是足足四代人在那裡的 四代人在一個球場上面 我們要理解整個局面就是 很難找全部都去做守龍門 全部做前鋒 全部做後衛的 其實好像打球一樣 總是每間學校都應該有人 守不同的崗位 所以我想就是 我知道年輕同事很多時候很辛苦 很多前線工作都是他們去做 身體力去做 但我想互相欣賞對方的一些 值得欣賞的地方 例如我們應該欣賞 年輕同事那種拼勁 肯去做 還有有體力去做 或者年輕同事也欣賞 一些同事或者前輩 他是資深 他是用智慧做事 但他的體力可能跟以前大不同 但他仍然是為學校付出 我想最重要是一種 互相欣賞對方 互補不足 對中層的老師和年輕的老師 我覺得在溝通過程 去幫這些年輕老師成長的時候 不妨在教他們 或者引導他們做的時候 可以溝通做多些 讓他們的感覺是 和他們一起的同行者 其實大家都會贏 年輕的老師 又可以用到他的特質 和他的才能 而年長老師 他自己的經驗 其實對年輕老師的成長很重要 因為可以減少他碰壁的機會 也可以坦白告訴他 究竟哪些地方 甚至可以幫他 找一些資源 讓他容易成長 雖然他們都很鼓勵 年輕老師專業發展 但是面對現時教師編制制度 下降的修生人口 畢業生入職困難 學校每年都需要因為縮班 而辭退老師 他們都表示很無奈 其實不用游說他們在這裏做的 我發現他們是很想在這裏做的 不用游說他們在這裏做的 還有我又會覺得 我們新入職的同事 其實他們在這裏都很忠誠的 即是他們都很投入 那個團隊 反過來其實是 學校要想辦法留他們在這裏 原因不是因為他們離開 是真是資源的問題 在學校的角度來看 就是 第一真的要坦誠跟同事說 我們盡力的 我覺得可以坦白說 我們怎樣盡力 我們在資源上怎樣攤分 大家的人工那裏怎樣 可以攤分 令到可以多些同事 可以留在補助教值 我覺得這些是可以坦白跟同事說的 例如同事有些什麼需要 或者他在專業上面 他想有些什麼發展 他也可以坦白跟學校 這樣學校都盡力去安排 我們留不到他 不是因為他的才能問題 是因為我們資源不足問題 我們留不到他 但是我們可以怎樣去幫他 第一我想我們需要肯定他的工作表現 第二我想我們反而反過來 如果他想在學校有些什麼學 學了之後 將來轉去另一個工作的時候 可以發揮的時候 我們樂於是給這個學習機會 或者這個經歷給他的 在整個人口下降的過程裏面 其實很多教育的專業團體 其實都跟教育當局 談過很多次 無論在人力啊 資源啊 各方面其實都談過很多次 當然 談就有談的方法 結果是怎樣 始終都不是我們可以完全掌握到的結果 都是一直看事態的發展 但是你問我始終人口下降是一個事實來的 你說教育局怎樣去處理那個 下跌下來的那個 在教育界裏面的震盪呢 那麼 教育團體 專業團體 發表過很多次聲音 但是教育局聽了 那麼他有多少回應呢 這個我想大家都看得到的 那個狀態 都是一個政策環境之下 就算在學校的管理層呢 都是很難去解決的 因為其實一個老師 他衍生出來的資源都相當龐大 學校省都省不到出來 那麼這個也是學校校長的無奈 我也知道 這個是校 就是他們有他們的無奈 校長都有校長的無奈 新的學年即將開始 年輕老師尋找工作的已經找到工作 流失了的老師呢 也都可能去了第二個行業 在這裡希望政府當局 適切檢視編制制度 讓學校真真正正做到身火相傳 保持我們一貫以歷優質的教育質素